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相信大家听到现在已经对整个的基础有一些概念 当然这些东西会一次一次的更加明白 而且更容易去实现 所以我们还是边听边做 从生活当中去体验 那么自然会走出一条很有效的路子来 我们曾经谈过像目前这种状况 交通很混乱 环境很脏乱 人心很浮乱 社会很动乱 哲序很紊乱 商场很凌乱 同时暴徒常常在作乱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怎么样去解决 我相信是大家非常关心的课题 各位翻开报纸 打开电视 你常常都看到很多专家 学者也好 各种人士也好 都非常热心的在探讨这个问题 到底它是怎么来的 应该怎么去解决 因为这种事情 它是跟每一个人都是息息相关的 几乎没有一个人可以自身度外 那我们现在就尝试着用上一次所讲的 如果我们从几个不同的层次来研究的话 我相信所得到的是不同的结果 我们先从物的层次 你看你可以谈几个小时 谈几天 甚至谈几个月 你也可以看出来几年来都在谈 就谈不出这个结果来 你说哲序混乱 为什么哲序混乱 也是有人说 哎呀中国没有法际精神啊 大家不懂得排队啦 所以啊哲序很乱 这种话 你在讲两百年也没有用 因为他没有抓到根本啦 你说社会动乱是因为什么 因为贫富宣殊很大 那么没有钱人 他看到有钱人这样 他就是不愉快 他觉得你凭什么 所以他就用暴力的方式来要求公平 那么这种话 你讲多少年也是没有用的 所以我们应该啊 再从不同的层次 比如说什么 你从新的层次 那么你就可以想到教育啊 想到伦理啊 想到这方面来 可是说了半天啊 都好像在谈什么呢 在谈学问 或者在谈道理 那么说难听呢 它是教条嘛 因为教条两千多年来 几乎都已经讲光了 大家都会背 但是就是没有用 所以有时候我们说观念 好像观念一改 什么都改了 事实上啊 观念这个东西啊 我们也是要好好去想一想 到底什么叫观念 观念如果是用来背的 用来记的 不拿去做 那根本没有用 所以我们应该再从什么 从更高的 新物的层次来谈 所以你懂得 到底是没有用的 你要真正去做 凡是做得出来的学问 才叫做学问 否则呢 就是教条嘛 所以我们常常骂人说 你死读书 这是很奇怪的 我们不是鼓励大家 多多读书吗 但是他读书 你去他死读书 意思就是说 你读书 只会背 只会记得 然后不会用 这读书是读书 读书时 没有用 我们现在应该怎么样 应该学一点 就要做一点 学一点就要做一点 凡是做得出来的 在生活上 表现得出来的 才叫真的学问 那这样的讲办法 你又有什么结果呢 会做的还是会做 不会做的 他永远不会做 所以我们现在 再从零的层次 各位来试试看 很快就找到根本了 零的层次告诉我们 怎么 告诉我们说 你们现在所讲这些 都是讲事后的补救 一个人生下来以后 你怎么去教育他 然后你怎么样去引导他成长 然后怎么样给他规律化 怎么用法律来规范他 叫他你要有法律的观念 你要遵守社会的哲学 我们都讲了很多年了 实际上有没有效 大家心里很清楚 所以灵的角度告诉我们 你们所讲这些都太慢了 蓬蓬太慢了 你为什么不想想看 当一个人他来投胎的时候 那个灵魂根本就是不善的 根本就是不正当的 根本就是不正常的 那你后天花太多的时间来 你又有什么用 所以我们今天才会谈到说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做一个预防性的 做一个未雨绸缪 就是说我们想办法 在人生下来以前 我们就弄脑筋 而不是生下来以后 你再拼命的去做补救 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观念 我们以前总认为 胎教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但现在我们想想看 胎教来得及吗 来得及啊 他进来的那个灵魂 如果是不正常的 如果是不正当的 如果是一心想抱负的 那你抬教育怎么样 这种魂能够说 看了妈妈所看的书 他就改变了 哪有那么容易的 能够说妈妈心情很正常 他就改变了 哪有那么简单的 我想这个观念 值得我们再反复说一遍 我们以前所有的注意力 都在这个人 他投胎以后 怎么样从他的胎儿 来教育他 然后生下来 我们一步一步去教他 可是我们试了这么多年 你看我们到底教好了没有 各位可以看到 我们社会是一代不如一代 这什么道理 你说教育不行吗 那一代比一代重视教育 你说条件不够吗 那一代比一代条件好 可是他就是一代比一代乱 你看以前的人 有这么多歪脑筋吗 以前的人 有这么坏点子吗 没有 所以我们今天谈这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从您的层次来看 我们以前所做的 几乎方向都不对 都是朝这个方向 现在我们应该 朝另外一个方向去找 找什么呢 找到说 魂 它是我们的本 魂是我们的本 父母是我们的根 我想这个观念 我们再说一遍 我们讲根本根本 但是我们已经提过了 始终是认为这是一个东西 好像根本就是根本 其实根是根 本是本 父母是根 但是这个来投胎的那个魂 那个灵 那就是本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说 我要找到我的本源 那你本源还要找吗 要寻根是寻父母啊 可是本源呢 本源不是父母 本源是从外面投入 父母 里面 当然是母亲的子宫 那个灵魂 才是我们的本源 所以我们现在 如果追溯到本源 我们从本源 就跟它调理好 那这一路下来的话 可能就可以真正的 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 所以我们 第一个提出来就是说 我们要抓住 种种乱象的根源 根源在哪里呢 根源就是魂来投胎的时候 就已经不对了 所以我们这样第二点就指出来 怨魂来投胎 恐怕才是我们根本问题 大家一谈到教义 我们大半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从胎教 然后从右教 然后从国教 然后宗教 高教 然后又社会教育 现在老人教育 终身教育 你看我们教育越长 但是社会越乱 可见教育不是没有功能 但是教育绝对不是万能 我想这句话是很重要的 我本身也是学教育的 你说教育是万能 那我们就把责任通通归给老师 你没有教好 我们把责任通通归给父母 你没有教好你的子女 实际上不是 你看有的父母 他费尽苦心在教小孩 几乎都快被小孩气死了 还是没有用 多少老师一生一亿就在教学 完全没有私人的想法 这种很伟大 但是他的学生不成才 气死老师 这都是我们常看到的事实 所以我们今天才说 婴儿投胎以后 我们再去注意他 恐怕已经晚了 我们如果再追到更前面 就是说这个魂来的时候 他就是怨魂 他就是一心想报复的 他就是非常的不平的 那他一开始就很不正常 就好像什么 好几乎人 你要制造什么产品 那个精尿的材料 本身就是材质不对的 那你怎么做 也做不做好产品来 所以当胎儿人 本身就是不正常的 你后天再怎么样去调教他 我看是没有用的 浪费心机 这观点呢 是今天这个主题里面 最重要的一点 因为我们一般人 或者自古以来 我们都说 生了以后 你要教他 我们就很少谈到说 生的以前 你怎么去选这个魂 当然我们没有能力 去选这个魂 而且不必要去选这个魂 我们要怎么办 要想办法 让这个魂来的时候 它就是很规矩的 它就是很心平气和的 它就是散魂 它根本没有抱怨 它也没有想报复 这个材料进来就合乎 我们的需要的话 当然我们很容易 就可以把它制造成 很好的产品 我想这个观念 一般人很少去谈到 我们今天特别把它 凸显出来 就是说 我们要防患未然 我们要物与筹谋 而不是想要事后补救 那我们就探讨了 怎么样才能够避免 怨焚来投胎 怎么样才能避免 那一定要减少怨焚 就是我们经历的时候 为什么要平管 就是说你来掉 不断了我就帮你打掉 可是各位有没有发现 以前我们是用检验的 以前的品质是用检验的 所以你就不合格 我打掉不合格打掉 那现在我们已经没有 办法这样打了 你每次一批净料打掉 一批净料打掉 损失是谁 损失还是生产工产 因为你因为停料 因为料来不及 你影响人家生产 你的成本增高 你的竞争率就降低 所以我们现在要怎么样呢 我们现在要进一步 去辅导供应厂商 今天的品质观念 已经不是说 你来我检查 已经不是的 而是说 我保证你来的时候 一定是合用的 我想这种观念 我们要把它拿到 灵的教育里面来 我们想办法 使来投胎的灵魂 是保证品格的 而不是来以后 才这个不但拿来 那不来检验 那是很难做的事情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就可以知道了 我们不是说 我们不是说 父母自己修养 你就可以防止 正规的魂进来 而不正规魂打出去 我想这个很难 这很难 如果所有要来投胎的魂 基本上它都是很抱怨 很恐惧 然后有抱负的心理 那你怎么去挑选的 就好像所有工信厂商 它所提出来的料 都是不合规格的 你怎么办 你要不要生产 那你只好降低 品质的规格 然后加强再压低 然后搞到市场很乱 因此我们如果从 品管的角度来看 我们不应该说 只要求我们母体 应该进一步 要去辅导 我们的供应厂商 使它怎么选料 怎么提供材料 都是合乎我们所需要的 那各位想想看 对灵魂 我们怎么去处理这样子 我相信 各位一下就想通了 就是当一个人 临终的时候 你就要很慎重去处理它 因为我们的魂从哪里来 我们的魂 可以从人的全身来 你看有的人这边 刚刚过世 那边他就去投胎了 那有的魂呢 他是从身影来 从其他的身影来 各位 我已经讲过 说像我们中国人呢 很少是第一次做人的人 因为第一次做人 大概都不敢来做中国人 因为中国人太难做了 太复杂了 你第一次做人 你在中国社会 你会非常辛苦 但是你也难保说 因为现在人一下多起来 那有些人 他就是 说难听的就是乱与从数 他没有准备好要做中国人 他就来做中国人 看他们的长相 他根本就不像个人 你仔细去看 他有的里面像熊 有的像豹子 有的像条狗 你看他能够没有用 能够是一个样子而已 能够里面那个神气 他很重要 尤其是各位看电视以后 我常常跟很多人讲 你看电视 因为人经过这个电子媒体的传播以后 那他等于把你解释出来 你的能够是这样子 有的是国之年 有的是元之年 有的是长方形的 他都是这样 就没关系 但是最教的人 你要看到那个形象的背后 那到底是什么人 是人呢 还是动物 我相信你可以看得出来 我曾经举过例子 有人啊 他笑的时候 你看他背后 那个神是在哭 魂本身是在哭 他那个魂从来没有笑过 那这种人你就要小心了 他到哪里 他就乱到哪里 他到哪里 他就败到哪里 我想这个不是女性 因为森林 他来的时候 他多半是很怨的 比如说 我们跟细菌 本来是应该和平共处的 可是你一要发达以后 想尽办法把这个细菌消除掉 这个细菌 他那里会混 那他如果在座做人的话 你想他是个好人吗 他一心意要报复你人类嘛 要跟你制造问题 我们应该有个观念 就是说我们身体是以菌养菌 不是说身体完全没有细菌 这个人才好了 才健康 不是这样子 这太多人有这种不好的观念 说你看我把所有菌都杀得光光了 当你把菌杀得光光的时候 那些菌他就找你麻烦了 所以我们身体根本是以菌养菌 你看有个人吃多太多的抗生素以后 你看他将来就是不得好死 这没办法的事情 我们有太多观念是很偏差的 总认为这样对那样对 其实都是害自己的 这个灵呢 他是从前身来 或者从其他的生灵 一直来做人 或者不知道从哪里来的 他都可能 可是他总有一个前身 他不管从哪里来 他总有一个出发点 他在那个出发点的时候 他是什么状况 这时候我们非常关心的 我们非常关心 你看你去迎接一个人 这个人如果他从一个地方出发到我们这来 他交通很顺利 他一路上很愉快 那么你见到他的时候 他不会埋怨 他会笑嘻嘻的 然后可能谈一些很正常的话 如果这个人他一出发点 那个车子就是不对劲的 一路上受尽苦头 然后他见了你 他不抱怨才怪 他就没有好脸才看 我们讲 就用这样比喻 各位就很清楚了 一个魂要来投胎做人的时候 他的心情很愉快 因为有机会重新再做人 他立定一些志愿 要好好做人 把三辈子那些欠缺 整个消除掉 这个人对人类一定非常有贡献 所以相反呢 这个人临终的时候受尽委屈 一点尊严都没有 你想一个人躺在病床上 插满了管子 这里受伤 哪里留学 他会有什么尊严 然后再把他电极 搞得他全身都是伤痛 这时候他灵魂一定是很恐惧 不晓你们要搞什么东西 第二个 他很愤怒 你们有什么权利 把我搞成这样子 然后他很埋怨 为什么你们健康的人 可以对我这个临终的人 做这种处置 他就想报复 这个魂来的时候 他纯心报复的时候 那你怎么去叫他 所以我常常劝很多人说 你仔细去看看 你的子女 他到底这辈子来 是要报仇的 还是要报怨的 如果是报仇的 恐怕你拿他没有办法 你身体很好 他活活把你气死 你家里家财万贯 他一夜把你花光 你的明星很好 他专门做败坏你的事情 这种儿子你就知道 他是来跟你报复的 他是报仇的 所以有很多父母 还不能觉悟 那很多人听的时候 就跟我讲 那怎么办呢 那我怎么知道 我儿子是来报仇 来报恩的呢 可见已经太晚了 所以你必须要保证说 他这个魂来的时候 他是心平气和的 老讲 我们也不希望他来报恩的 我们也不希望他来报仇的 我们希望是一个 很正常 很平常性的魂 然后他自己会去走他的路子 如果做父母的一心一意 要指你来报恩 我想这一出发点 这是不对的 那当然没有人希望他来报仇 可是他来报仇 你拿他没有办法 虽然说拿他没有办法 还是有办法 我想这种话 各位听到现在 已经听得很习惯了 我们是一个相对的 就是说你说他没有办法之后 他也有办法 比如说你对他特别好 所谓特别好不是讨好子女 是真正的用心去教导他 让他很感动 以至于他 忘记了他是来报仇的 只有这个办法 这个就叫化解 把冤仇化解掉 所以这种父母如果发现 你的子女糟糕糟糕 他是来报仇的 你不能放弃 你不能听其自然 你不能说要报仇就报仇了 你跟他不是仇人了 你放不着死到他手上了 所以这时候你要怎么样 你要改变你的态度 你不能要求你的子女 你不能把他叫来说 我看了半天 你是来报仇的 我劝你不要 你有用 你只能用你的行为 去让他感动 让他忘记 他是要报仇的 然后他说不定就变成报恩的人 可见人是会改变的 但是一句话很重要 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要叫别人改变很难 最好自己先改变 你一改变 他就改变过来 很容易 你自己不改变 要他改变 非常困难 好 我们现在可以很正式的 说得很清楚 一个人假定我们 他的前生还是人 他临终的时候 受到很不平的待遇 受到子女不孝 受到医生很残酷 受到所有人都让他感觉到 不对劲的时候 他就开始恐惧 他就开始埋怨 甚至愤怒 最后他就说 好啊 那我下辈子 把这个仇抱回来 这样的一个灵魂来投胎 我们在后天 你怎么去做 都是来不及的 所以我们现在应该怎么样 应该在他临终的时候 很慎重的对待他 我相信各位也听了很多 临终的关怀 就是我们对一个将要过世的人 我们怎么使他 能够没有怨恨 没有恐惧 不执着 能够心安理得的走 我有一些朋友 他十多年来 都是利用公余的时间 就是他工作以外 他工作很认真工作 但是闲暇的时间 他是专门跑医院 跑老人院 去照顾那些病重的 照顾那些临终的 他们的心得 其实各位可以看得很清楚 就是说 当一个孤苦伶仃的老人在那里 等死的时候 他的心情怎么样 那这时候 不管有谁来 你不要去跟他讲一大堆道理 你不要告诉他 天国哪里去 不要告诉他 哪里是极乐世界 告诉他怎么样 你不要给他太多这样子 你只要安慰他 你这一辈子 其实啊 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你没有什么亏欠 然后他就会讲错很多东西来 当他把心里头的意 他都吐出来以后 他反而到我说 啊 原来我这样 也是无愧于心 有很多人 一直到临终的那一刻 眼睛闭起来之前 他悟了 这是最大的功德 这是最大的功德 所以 当然 家里头的老人家 我们要好好对待他 就是不认识的 假定我们有时间 我们去那边 不是去骂他 不是去跟他讲道理 不是告诉他 你要听我的话 不是这样 我们都听他的话 因为他这种预期的满怀的心装 他有很多事情 他想吐露 他一吐 微快 可是没有人听他 你想这种魂 将来再去投胎的时候 绝对是不正常 所以为什么我们讲 圣死 圣死 就是这个小孩 一生下来 我们就很谨慎 把他招呼 长大 而 散忠 就是他临终的时候 我们要非常谨慎 去处理他 这两个处理好 那我们社会问题 几乎 大部分可以解决掉 这才叫做根本 解决的办法 而不是整天在开会 然后搞出很多名堂 发表很多政策 最后是搞得乱七八糟 我想这个观念 是值得大家 用心去体会 我们总觉得 我很能干 我替国家做了很多事情 其实都是很可笑的 你如果从零的角度 你可以体会到老子的话 就是说 都是你们这些搞七搞八糟 又搞越乱了 天下本来就没有事情 你们爱表现 你们说你们有思想 你们说你们很心潮 结果社会越来越乱 你这样就很容易了解 老子他说 自大国如捧小鲜 你看一条小小的鱼下 你少去动它 你捡出来是一条完整的 你去搞八糟 搞到最后破碎掉 连虾都不像鱼 鱼都不像鱼 不要以为说 我要表现 给我一次服务机会 我不会让各位失望 其实我都是废话 但是我们如果从雾的城市 会觉得 他们了不起 整天为国为民 这是不同的城市 不同的理会 我想讲到这里 我们就深深感觉到说 人临终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 如果他是怨恨来投胎的时候 那我们就很麻烦 我们什么胎教啊 幼教啊 国教啊 高教啊 社教 其实都无人为力 不要冤枉老师 那另外呢 我们也要提点 请大家 我们一起来勉励 就是说 人出生的时候 他是无力无怨的 需要 别人的照顾 需要别人的关怀 否则就活不下来 你看那动物不需要 动物生下来 咚咚咚咚 他就活下来 你看他 悟悟一生下来 他跑啊 他就会跑 只有人是没办法 你看那个人 一被母亲生下来 母亲就把他丢弃掉 他自己活不了 如果是动物 他不帮你丢弃的 你会发现说 哎呀 这个母鸡 把小鸡子丢掉 然后小鸡就活不下去 没有这回事 人 没办法 人 出生的时候 他是孤立无援 人 这个也跟我们很大的歧视 我们一生下来 就没有办法独立啊 还讲什么个人主义 你个人到哪里去 个人主义就是耐债主义嘛 我欠了一大堆债 我还不起 耐掉 讲个人主义 你生下来就需要人家照顾 你有什么条件 反正个人主义 好 那我们死的时候怎么样呢 也是无人为力的 你要死的时候 你怎么样 你需要帮忙 需要人家引导 所以为什么要人念经 要人念咒 要有各种方法 甚至跟你祈祷 那就帮助你走到一条路嘛 你自己能走当然很好 你自己不能走怎么办呢 那别人住嘛 帮助你有什么好 才能死得安详自在 所以有很多人 他满脑子都是自由主义 都是个人主义的 我们从零的层次 我们要希望他提高警觉 这都是耐债 都是不负责任 将来对自己是很不利的 因为你从因果看嘛 你有这样的想法 你有这样的做法 你的果怎么样 我相信很清楚的 但是有太多人 他不懂 他一直认为说 我个人独立 自由 然后跟别人平等 这其实从零的角度来看 这完全是笑话 我们是彼此彼此 互相互相 你照顾我 我照顾你 你关心我 我关心你 你从零的角度 你可以看到 全世界就是中华文化最优秀 这不是我们自己 好像往脸上贴金 而是你真的了解了后 你知道为什么做中国人这么困难 西方人很简单 西方人只有我命名 中国不行 我你他 很多人 我都要照顾他 因为什么 因为你们都照顾我了 我们在这里提醒各位 圣事善中 很多人都很重视圣事 很多人都不重视善中 因为人很现实 我问你 你对你的父母比较好 还是对你的子女比较好 你不必给我回答 回答出来你会很难过 多半对子女比较好 多半对父母比较不好 这很势利的吧 而子女 他将来会养你 那父母呢 父母你要去养他的时候 你就觉得这是累赘 这是负债 这是负担 这种观念你自己想想一下 这是怎么回事 你对你的子女 跟你对你的父母 你去做就比较 这样平等吗 口口声声讲平等 根本不公平 大多数人 临终的时候 没有得到妥善的照顾 所以他很恐惧 你看老人家那个脸上的表情 那种心情 讲话 你去跟他洁净洁净看 愤怒 怨愤 然后觉得很 划不来 那这样一来 首先受害是谁 就是自己的家人 为什么 因为频率最接近 这个冤焚一出来 他那个能量所影响到的 就是家人 你从这个角度来解释我们的风水 你会觉得风水是很科学的 有那个能量就有那个盆力 相同频率的 那个能量他自然会影响 一个人 如果抱着这种很恶劣的心情去投胎 出生以后 往往花很大的精力 都很难改变 可以说是徒劳无功 我想这一点 是非常重要的 那如果不投胎呢 那就更糟糕了 你看这个冤灵去投胎啊 他固然他将来做成人 他一生就是给你制造问题 那不投胎呢 不投胎更糟糕了 更快他就附在他们的身上 这叫附灵 这附灵就会做出意想不到的那种坏事情 各位有没有发现 自从天灾地变 很多冤枉死掉的人 以后 我们的社会可以说 这种奇奇怪的 那种想象不到的坏事情都会发生 这个人他本来绝不可能杀他父亲 先杀了 这个人绝对不能杀他老板 现在杀了 你看你每次抓到他 他就很奇怪 我为什么做这种事情 就那个冤灵 附到他身上来 他就做报复了 一个社会 如果有太多的冤灵 他会找活着的人 去附体 一附体 这个人就不由自主 就受他的支配 然后就做出 就算他自己也不想做的事情 那理论怎么样 我想各位都可以看出 像两面下娃这样的个案是很多的 一个人 如果他从头到尾清清楚楚 就表示 他这个躯体里面只有他一个灵魂 虽然被囚禁 虽然看不到外面 最起码 他还是相当般纯的 你可以捉摸得住 可是当一个人体内有好几个灵魂 不要说太多了 就两个就好了 你就知道这两个灵魂 他彼此不会完全协调 所以当你发现一个人 有时候很好 有时候很坏的时候 你觉得糟糕 怎么那么极端 当然每一个人都有情绪 有时候这样有时候那样 但是那个程度不会那么激烈的 如果一个人 他几乎是完全两个极端 你知道这里面有两个魂 当这个魂出现的时候 他很善良 当另外有魂出现的时候 他非常的狠毒 那你防不胜防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了 等到临终你再来 事实上也已经太晚了 所以你再往前一推 你就知道敬老很重要 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一集的题目 会定为敬老是首要途敬 我相信现在我们也说得很清楚 我们从小都听 要敬老 要敬老 听了半天 你都没有什么印象 除非老师要考 你才记得 老师不考 你会觉得敬老 敬老有什么意思 你看现在坐公共汽车 你再怎么样 有时候理难老人 哪个理啊 那个给老人坐的位置 理解轻轻照做 他理所当然了 大家平等嘛 个人主义嘛 你凭什么要我乱你 这就是什么 他对敬老 他只是一个 好像很肤浅的一个认识 他认为这是老师教的教条 这是嘴巴讲的道理 不需要去做的 因为他没有深刻的印象说 干嘛要敬老 干嘛要敬老 你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 这种灵的层次来看 你就知道 等到一个人 他吉愿已经很深了 到灵中 你怎么照顾他 都很难挽回 很难改变 所以你再出去 就是说 当他年纪大的时候 你就开始去尊敬他 那他心情很好 他灵中的时候心情很好 将来一个好的魂来 那整个社会都受益 而不会受害 如果你听清楚了 想明白这些事情以后 我相信你会从心里头 你去敬老 而不是说 有人看到 我才做 或者我做了 希望这老人 应该给我什么赏 奖赏 他都没有这种心情 他是觉得我应该做的 尤其是人类 大家都应该做的事情 民众再来安慰 照顾 事实上 已经来得及了 我们在老年的时候 要给他妥善的照顾 应该是比较安全的 所以什么叫敬老 敬老就是为社会的乱象 做一个比较更彻底的预防 老人家得不到妥善的照顾 他心情会好吗 他心里想 我把子女养大了以后 你们统统只顾自己了 那我以前干嘛 我就是被你们倒债的 很简单嘛 别人没有倒到我 我的子女都倒我的债嘛 那你就气不气 以前父母养育子女 根本没有什么债不债的观念 你没有钱 也没关系 只要你尽心就好了 所以父母 不一定说要指你 天天给他钱 或者是给他很好的物质生活 我没有啊 只要你心目当中有个存在 你又替我想 你穷 我跟你一起过穷日子嘛 我以前也没有给你太好的照顾嘛 可是你自己享受很好 你把老人家指之不利 应该有一个人 他到老的时候 他养了五个小孩 肚子男的 然后五个小孩就开始抬 每个地方住十天 多一天都不行 那像做父母有什么感想 好 老人家到了 第九天的晚下午 然后这一房呢 就雇了一部计程车 付他 没有来回 付他单纯的费用 然后就到下一家去 那下一家 有一天 他到第九天的早晨就说 我今天是在很忙啊 所以你就提前半天去好了 然后第九天的上午 他就叫个计程车 到下一个人 下一个人 你怎么那么早来呢 老人又把他赶回去 那你说这样的老人 他心情会愉快 可是年轻人做这种事情 他觉得 我就是照规矩嘛 你不是叫我守法吗 你不是叫我守哲虚吗 天理何在 良心何在 但是我们认为 这个是现代化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而且很多人在鼓吹啊 养育子女 不要寄望他养老 像这些都是胡说八道的 但是我们又会认为 我这是天经地义 你看这个社会成什么社会 一个人老了以后 他如果长得越来越好看 那就告诉我们 你看他自己有办法了 不需要我们照顾他 老了一定驼背 老了一定弯腰 老了一定很多皱门 老了一定很难看 才告诉你 现在需要你的时候 你不要给我卖债 我这些都是提供各位自己 做参考的 当然老人自己应该负责任 自己应该修养 这是我们始终没有 尤其是什么 很多老人家 他 你给他什么 他都是不满意的 因为他贪男性太重 这是自讨口词 可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 我们现在就用我们的做法 来使他们改变 所以 孔子当年就讲得很清楚 老 借贪 要借贪 你看很多老人 为什么那么苦劳 贪 因此 我们在这里 就提出一句话 请各位指教 每一个人 读音 不应该啊 幼稚 或者自满的 在哪里 对待死亡 很多人就是很幼稚 来死 死算什么 死了死了 一条不一条 这都很幼稚 很自满说 我不用怕了 我才不怕 我小孩不顺 不孝顺 你看 你看多少人跟我讲 他说真教授 我别的没有 我就是把老本都存好了 我从现在开始 我不工作 我都不愁 为什么 我用到死 用不完 我是不忍心告诉他 你存什么 你存什么 存台币 到时候不能用 存黄金 被偷掉 存美金 贬值 那你怎么办 那你存什么 你所能够 存下东西 到有一天 通通变成没有用的时候 你那时候怎么办 没有 没有问题 英镑我也有 日币也有 反之所有重要 我说那如果被掏掉 如果银行关闭 你怎么办 那些都是非常不可靠 但现在很自满 我才不怕死 到时候比谁都怕 像这种心态 其实我们是看了很多 但是 还是在这里 很诚恳的 提醒各位 一个人 年纪越大 自己越要修养 不要让人家看不起 但是我们年轻人 我们对老年人 我们为了整体人类着想 我们一定要尊敬他 一定要敬老 让他在最后人生 这个旅程当中 他能够心平气和 然后得到善终 我们下一代 就一定会更好 否则 等到他生下来 再想办法 我看 很冒险 很不保险 那我们来看看胡玄 他是不是做到这一点 因为既然你是财神 我们要跟你学 那你这点有没有做到呢 各位看到 胡玄 他开了一个 胡庆仪堂 这个胡庆仪堂是卖药的 那么里面有一种药 是很受欢迎的 叫做胡鼓追风膏 是很管用的 有一次 有个老先生 他来到这里 他说他要买货 买药 然后他挑了一个担子 把药拿下来 拿了一个胡鼓追风膏 他闻一闻 因为他很内涵 闻一闻 他说 好像味道不太对哦 各位 如果你是胡玄 你怎么处理 我相信大部分都会跟他保证 我们信用第一 我们品质 管制非常好 我们整个制程都是很科学化 请你放心 胡玄没有 因为他有敬老 他觉得如果小孩子这样 你还可以跟他讲说 不是这样的 我们是这样的 你还可以讲 这个老人家 他是经验很丰富的 他这样闻一闻 他就敢这样说 他是不是纯心来找查的 他是不是纯心想杀价的 不是 这是无限了不起的地方 很多人一口气就认为 你是来找查的 你是来找麻烦的 你是来杀价的 不要说那么多话 你就是最后目的就是杀价了 他朋友 他说老先生 我们谢谢你的提醒 然后他就交代里面的人 把他安排去住旅馆 安排给他吃饭 因为他的智慧 他的经验 对我们有帮助 所以我们安排他的时速 当然是应该的 然后马上交代里面的人 把我们的福古追风高 拿出来彻底看看 后来果然发现 因为福古很难买 所以就开始用抱的骨 用抱子的骨头进去 所以那味道差一点 福玄马上说 把这一批烧毁掉 你正式的重新做 一定要福古 不管怎么难买 你不要买来福古 一定要货真价实 不可以欺骗 他的做法就这样子 一般人听到老人家的话 会觉得 你在过时了 你在贪婪 你在挑剔 就是不敬劳 但福玄没有 福玄看到一个老人家 他会很仔细地去琢磨 然后去验证 但是最起码 人家是好意提醒我们 所以先把他时速照顾好 然后再来 这是传为一段美谈 古玄对自己的母亲 都会去看 他从小就说 妈妈 你放心 我不是老是这个样子 我不会老这样 没有出息 我想这一点 很多年轻人 也没有这个想法 很多年轻人认为 我母亲是我母亲 我是我 我父亲是我父亲 我是我 我的所作所为 跟我父母无关 所以才会拙奸犯科 才会业游不归 才会留年不当的场所 他是这样子的 如果你每做一件事情 就说 这样子对不起我的父母 这样会丢父母的年 你会做吗 你根本不会做这件事情 所以社会哲学不好 到处不良的现象 就在这里而已 你心目当中 没有老人家的存在 那你当然为所欲为 你怎么都可以做 哪一天 我们的年轻人 心目当中 都有老人家的存在 谁敢做这种事情 要乱讲的话 就怕 就讲出来 丢父母的脸 要做什么事情 是这样做的话 那父母没有面子 你敢做吗 你不敢做 所以老无老 以及人之老 就是说 我先心目当中 由我家中二老的存在 然后再去尊重 别人的老人家 这样就不是有企图 这样就是 我应该做的事情 我们再看胡璇 胡璇六十岁那一年 可以说他一生最倒霉的 为什么 他因为陷入卷入政治的斗争 所以被李鸿章那一派 无论如何 要把他拿下来 要打击他 这是我们今天常常讲的 秋后算账 一定要算他算账 所以就造成 我想这种形象 到今天还是 就造成 他的银行击兑 好像银行有多少存款 一击兑 你大概就 没有办法 大家一听不对 就银行要倒闭 那时候叫钱账 快要倒闭 然后所有人来 就把钱拿下 一下垮下来 一垮下来 所有的关系 就统统下来 就造成他一生 最胜的时候 拿到最极衰 这个极胜到极衰 那种变化 是非常之 局界 非常之大 可是胡璇 他还能够安斗瓦年 你看现在他子孙 有的我还认识 都跟我讲说 他们家还有 很好的 翡翠的麻将 你看 整套翡翠 用麻将做 整套麻将用翡翠做 这个不是很简单的事情 那是很明贵的 可见 那时候 也有一些 争一之言 闭一之言 总是先照顾他 还检查一些老本 让他能够昂详往年 这是什么 这就叫做现实报应 这就叫做现实报应 如果胡璇 真的对人很刻薄 对每个人都算得一清二楚 一点不让人家占便宜 那我想他一倒下来 他不断血本无归 不断破产 而且他老人家 根本就没法过日子 为什么要过日子 可是自由人 到时候去帮忙他 你看我们看到他的部署 都把家里头所有的存款 所有的金额台 都拿出来 想要保住 胡庆一堂 那最后还是被拿掉 但是 他很多的旧部署 很多的老朋友 都来帮助他 虽然他很惨 但是他还是安度晚年 还是修得善终 就是他平常很敬老 所得到的 一个人总会老 当你年轻的时候敬老 你到了晚年 人家自然会尊敬你 这就是现实报应 不论是什么 我们今天的结论 可以用这三句话来 请各位指教 第一句话 善终 一定要善终 一个人自己要求善终 我们也帮人 别人善终 其实大家讲功德 这是最大的功德 但我希望大家 做这种事情的时候 不要脑海里面 有功德这种观念 不要 但是你要善终 你必须要敬老 你要敬老 你必须要孝顺 所以为什么中文 那么重视孝顺 我们今天终于 从零的角度 来做彻底的说明 孝顺 不是做给谁看的 孝顺 是为自己 因为 父母是你的根 你如果连根 都不重视的话 那你重视什么东西 你重视什么东西 所以我们现在常常觉得 我们本末导致 该重视的没有 不重视拼命去做 这点也请各位 参考指教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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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